《漁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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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台灣人大概在我這個年紀以上 大概都 《漁樂》有一個印象 就想像 《漁樂》 小的時候 好像看著 《漁樂》 《漁樂》 所以就立志要 做大事這樣做 《漁樂》這件作品 是2007年上海電子藝術節 開幕的邀請作品 那我們其實是用軍事用的攝影機 然後再經過我們的城市 做分析定位 再及時把這個訊號丟給電腦 讓它去做及時的運算 所以這些畫面 我們現在不管看到的瀑布 還有魚的扭腰擺臀的動作 其實它整個都是跟物理運算有關 觀眾只要站到瀑布前面的時候 魚就開始奮力地溺水往上游 那只要這個觀眾不離開 那魚就不會掉下來 那只要魚游上去以後 就會出現這個吉祥跨 那只要觀眾一離開 那自己就掉下來 魚也掉下來 魚丁,這對野傳� 然後 신나給大家營養 這一街是特地為這個作品 去打造這個這樣的空間能力 那我相信就是說 深入其中的觀眾 其實他某種程度就像表演者 對,那你其實在旁邊看的人 其實就像觀賞者 自然而然會跟這個 就是這個觀眾差不多互動 我覺得這個作品整個 其實是可以跟這個地區 尤其旁邊也是101大樓 那我們一進來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 一個比較高的作品 我想其實也是可以呼應的